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深刻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就是基督部队全面改用中式部粗 香港警队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祭 在2022年7月1日在,已全面改用中式部粗 英式部粗将成为香港的历史舞台 香港警队去殖民化,迈向重要的一步 这个不单单是时代的进步,更加加深对国家不续认同感的重要一步 中式部粗暂之听笔,动作整齐滑一 步伐稳健有力,对于门,整齐地压低脚尖踏步 脚掌落地,整齐又响亮的踏步声 整齐威武的制服,装备英姿勃发的精神面貌 令现场气势宏伟震天动地,气氛沸腾 令现场观看的市民都不断排掌 中式部粗不单只踏出香港警察的气势 更加迈近与祖国的距离 香港永远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警察的中式部粗,现在由香港警察学院 警察机动部队等多个地方,由部粗教官教授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推广到不同的制服团体 例如少年影信,消防及救护青年团 入境事务处,青少年团体等等青少年团体 我现在驻手是军装巡逻小队 工作是负责市民紧急的辑助 到现场处理不同程度的求助 轻质是为例泊车或酬饮投诉的案件 重质是处理入屋盗舌、抢劫等的案件 工作虽然磨碌、琐碎、辛苦 但我觉得用这份自己微小的力量 为香港城市带来平安 这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众所周知,之前在香港核武事件之中 我们每一位警察都承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无论是身体或心理方面 但我们都没有退属 反而是迎难以上 亲历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我内心也更加坚定 也都增加了对自己正业的意外 和对国家的认同感 国家的支持 也都令香港这个优良的海港 更加平安和繁荣 根据这个国际竞争力和发展的潜能 如今香港的社会变化也都非常明显 记得香港回归25周年之際 香港的街头航尾、流与流之间 也都挂着我们国家的五星红旗 大家都会去到国旗旁边打卡之类 日常巡邏的时候 也都会多了市民和我们 主动打招呼、问候 当然也都有一些 间中有些人不合作 故意挑衅或者刁难我们 记得最近有一次 我在马路边做交通管制的时候 有一名热心爱国的青少年 就走到我身边 就问我的工作职责 和了解我近况 言语之间 就感觉到他对警察这份职业 非常之爱和尊重 并且把我们的对话 就用手机拍下 分享给社交媒体 很多社交媒体 都看到这段片段 这一刻令我觉得内心很混乱 和觉得很自豪 我都很认真地 告诉他 透露警察的方法和途径等等 这一刻我更了解到 警队所推降的小角色 但意义的真正所在 平日可能做起来 美不足道的事情 原来在某一刻都可以成为 普通市民的力运转截点 国家的稳定、香港的范围 离不开香港警察的付出和奉献 热爱我们的香港、热爱我们的造国 做好自己工作的本分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近几年我认识了一位优秀的香港警察 我们的关系好像亲三父子一样 他服务了警队大约25年 亲手创办了香港警察的少年警讯 在这几年我都在他的影响下 参与了不少的警察义工活动 如今我的心态变得更好 工作更加自信 生活更加充实和开心 热爱我的警察事业 生命就像一粒种子那样 破土发芽的时候不具风雨 努力地成长自己的事业 人在生的时候最大的意义 就是青春激昂的时候 感受生命澎湃的力量和张力 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 爱国是生命的抵食 是法治内心的情感 沧海桑田 升航残烂 相信香港这个东方之珠 会变得更加残烂奪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